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政治对立的谈话节目中间 A00情报现场希望为您摇访 关键的人谈关键的议题 为您探究事件的真相 意义 冲击 本质 未来发展跟解决之道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要跟各位来探讨一个议题 就是台股仗很大 是否现在可以追高 我相信在台湾 有这么多的股民都非常的关心 究竟连续这么多天上演资金的行情 台股的量简直是不得了 颇烂壮阔 而且我们的指数也一路上 从3000多点 最近一直狂奔 奔到6000多点 而且也很多人看好 可能会上演超过7000点的行情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 现在是不是追高的时候 我们不会谈到任何个别的股票 但是要谈一谈投资股票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在这段热潮中间 让大家更冷静一点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几位专家学者 为您来分析 整个这段时间我们的财经的情势 让各位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 有所参考 首先为各位来介绍 坐在我左手边 淡江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聂建宗教授你好 社长你好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聂老师 他同时也是台湾竞争力论坛 行销台湾组的召集人 欢迎你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我们非常优秀的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黄伟哲 黄伟员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三位为各位介绍 目前在中原大学任教 他也是洗年经济伦理基金会的董事 胡怨明老师 胡老师你好 主持人亲爱的大家好 好 胡老师他同时也在目前在内湖的社大来教授财经头条的课程 所以我们今天三位都是专家来跟各位一起来探讨 这一波的行情我们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今天的股票市场又再次上演这个喷出巨量 2138亿的行情 2138亿的资金 今天在股票市场里面简直是炒热了整个市场 那这段时间大家都很高兴快乐 但这中间到底什么原因让这段时间 这个我想先请聂老师讲一下 什么原因这段时间大家真是好快乐 好久没这么快乐了 没有错 你要看从什么时段来开 我们觉得有所谓 我们买股票有所谓投资短期中期长期 那么这段时间你要看是从哪一段来切割 我们都知道去年金融海啸之后 全世界一片滑南 尤其在去年11月曾经到过3955点 这么样一个低点 那么其实我们停顿了一段时间都在4000上下盘旋 但从这一次的资金 这一次股市上涨大概是我们台湾 其实我这样分析就是有两个大的利多 第一个是早期的时候 我们随家电下降 从2月底开始让我们的台股 家电下降第三期是在2009年2月 那么台股的有些电子股 中国一边的影响 对 影响到台湾 这个都打回到我们所有的电子相关类股的一些回温 那么再来当时两岸大冲绑 很多的预期的时程都比我们想象的早 尤其这一次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应该讲的 这几天的几个非常的一个 这个有一个超过预期的一个大涨的行情 每天涨300多点连续两天 这个600多点这样的一个 12%的一个高的 我们知道我们上涨幅度是最高 涉嫌是7% 我们两天涨12点多 这是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行情 那这个行情怎么来 其实一个理由很简单 就是录制的开放 但录制的开放讯息 其实在昨天5月4号 才真正QP的开放3% 对每个企业的持股3%以下 这是有被限制住 那么我们还没有真正开放到所谓10% 就是MOU签了以后这会开放更高 甚至4%以后比较重投资的 那还是后面的有更好的戏可看 我听你这样讲 是不是未来还是要继续有一段涨势 这个是有两个说法 因为如果从整个世界的基本面 还有台湾整个企业获利的基本面是不好的 其实不应该这么涨 那我们是说资金 不正常的涨 没有这很正常 因为钱多就进来 今天为什么那么大的量 过去超过2000亿是大量了 那么甚至在之前的1000亿以内 你知道在那边游走 大家都知道因为景气不好 大家不敢把钱丢到股市内 但是你只要冲到了1200 甚至到1500的时候 大家觉得量已经出现了 这次人冲到2138亿怎么来的 当然陆资当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为陆资还带动四肢的互动 我跟大家讲陆资包括陆资 然后产生外资的互动 最后还有陆的台资 那包括真正的台资 跟着一起四肢灌顶就开始了 好 我们OK 谢谢 那聂老师再请他讲 还可以讲一个小时 我们来请黄委员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觉得这一波的涨幅 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非常认同聂老师的讲法 不过我觉得其实 这个东西的道理事实上很简单 就是大家想想最近的口罩 大家不是心情流感到了吗 对啊 那口罩不是很抢手吗 很抢手自然就涨价了 如果政府不出面说要求 说我释出210万个平价口罩的话 这个口罩还继续上涨 是市场机制 所以我们以台股来讲 在基本面没有变好 经济情势没有特别变好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不愿意当乌鸦 这当乌鸦也没有什么钱赚 我办法去吐槽去唱算人家 但事实上我们必须呼吁 这个股比能够理性一点的原因在于说 真的经济情势事业率 大家可以看到事业率 现在表现其实并不好 虽然有一些无薪价慢慢取消了 虽然有这个家电下降的效应 虽然有一些这个录资来台的效应 但是这个东西目前为止 都可以解释为说是一个资金的效应 就是说有限的筹码 那被陆续涌进来更多的资金 大家都想要买一些东西 一些股票 一些筹码的因素之下 所以这筹码自然水涨船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原先被套牢的 这些投资大众的话 我觉得可以适时的把一些股票松索 不要想说一定要回到你当初九千点那个时候 或是八千八百多点那个时候 你的成本或是想要大赚一笔 我觉得如果存这种心理的话 可能到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达场所 这个如愿以偿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谨慎为宜 好 我们请胡老师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一波的行情是这么的热闹 大家刚开始还觉得很惊讶 后来发现真的 我个人提出一个大胆的看法 是整个基本面改变了 整个基本面改变了 那么全球从去年金融海啸以来 这是对世界经济是一直有波动的 可是金融海啸加深了这个老乱的因素 但是全世界的国家 他们无论从退税的角度 降息的角度 全世界采取同一的步骤 那么这个时间有落差的 但是我想将近三个月左右 这些结果会陆陆续续显现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基本面是说 台湾加入WTO之后 大概我们跟最大的贸易伙伴 经贸关系正常化 这在过去一直还没有实现 甚至去年马英九总统当选的时候 也还看不到很具体的步骤 而目前几乎可以说 可以预测的看见两岸的关系 在经贸关系正常化 所带来一种基本面的改变 可能可以说拔得头筹 使得最近所有外资 甚至台资回来 卡位预备迎接下一波的兴起 谢谢 所以胡老师是非常非常勇敢的 就说基本面变了啦 才不是资金行情呢 好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台湾可以得天独后 因为在这一波金融海啸 大家都很惨 我们这个涨不下死人 全世界最第一名 那如果真的是我们台湾这么棒的话 或者是说因为两岸的关系 我想黄委员一定会这样觉得 他不是台湾有多了不起 或者是多棒 而是有一些外在跟客观因素所产生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在全世界第一名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大家说股市是领先指标啦 这个失业率是这个所谓的落后指标 领先指标就是说可能将来这个经济要回春 经济景气要变好了 所以说这股票就先反映 这燕子先来的股票就是燕子 可是如果说这是领先指标 我们也不能单看几天的这个行情 因为行情涨涨跌跌 我们要看一个趋势 那以台湾现在的趋势来看 事实上我们的失业率的表现在亚洲各国 在世界各国来讲有比较好吗 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这个我们的整个经济成长 以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的这个来看 我们事实上我们表现也不如其他的国家 那如果这样何以我们有什么样的原因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股市能够得天独厚 而且涨得比别人还多 我并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涨 其实美国也涨今天 美国也涨 然后其他欧洲国家 事实上也都有陆续的上涨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涨得这么凶 这么疯狂 这么急 这么猛 幅度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这样来看 资金效应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很明显的 当然基本面的这变好 可能是要逐步慢慢的 可以 而且要看多项指标的这个反应 而且要看一段时间 不是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的这个事情 可是股票的上涨 其实这波的上涨 以比较急比较猛的 这几来看是差不多 这一个礼拜到十天的改变 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或是半个月前